大家好,我是今集的主持吴家謙 今天我們請來臨床心理學家吳孝希女士 作為我們的嘉賓 孝希,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 最近我的舊患一直在尺尺痛 看過醫生,醫生說長期的 屬於慢性痛症 我真的怕之後會越來越嚴重 大家謙,你這麼擔心會令自己很大精神壓力 而且病情可能會越來越差 不如我和你分享一些方法 讓你好好處理慢性痛症的精神壓力 那就好了 不過首先我想知道怎樣為之慢性痛症 慢性痛症是指身體持續或者反覆出現3個月或以上的痛楚 成因就包括受傷、手術後、關節的勞損退化 或者慢性炎症等等 這些都會引起長期痛楚 嘩,即是我也這麼年輕 都有這個問題 上了年紀就很普遍 其實情況都很普遍 在香港就有七成六十歲或以上的人患有慢性痛症 加希瑪值得注意的是 一般人會將痛楚解讀為身體上的損傷 但其實慢性痛症都有機會導致嚴重的負面情緒 又會令到社交、活動和生活功能出現障礙 這些反過來又會令到痛症更厲害 身心互相影響之下 就會形成慢性痛症的惡性循環 看來心理因素和慢性痛症真的息息相關 沒錯,患者因為工作和生活上的種種不變 加上過度專注於痛症 令到他們很大的精神壓力 導致會失眠、情緒低落、想法很負面 嚴重的話,還會有焦慮和抑鬱的情緒 漸漸家庭和人際關係都可能會出現問題 令到患者很多時候覺得比較孤單和缺乏社交支援 我們可以怎樣處理由慢性痛症導致的精神壓力 避免惡性循環? 要處理和適應慢性痛症 我有三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多做鬆弛練習 維持健康生活 例如學習靜觀呼吸、身心鬆弛練習等等 亦可以盡量維持健康的生活模式 維持以往的嗜好、體能和社交活動 記得不要用煙酒這些不良減壓方法 韋尼仙考希 剛才你提到做體能活動 身體痛不代表應該要休息 不要動那麼多 還怎樣維持體能活動? 家謙其實你這個是謬誤 不少痛症患者是因為痛而減少活動 但太長時間的休息 反而會令到肌肉繃緊甚至逐漸僵硬 更可能會痛多些 而患者都可能自覺身體越來越差 哦 所以其實有痛症也好 都應該維持一定的體能活動 沒錯 就這一點我第二個建議 就是要學習接受通症和通症共處 鼓勵患者嘗試學習接受通症 明白有時真的斷不到尾 或者找不到成因 都可以嘗試和通症共處 平日就要接受自己的限制 量力而為 但都要避免太長時間的坐或者睡覺 最好就保持身體有足夠的活動量 可以嘗試由輕鬆一點的舒展活動開始 慢慢克服因為痛症 而長期停止活動這個心理障礙 患有慢性痛症的朋友 都記住開始動多些 因為即使是多微小的改善 都是一個進步 家謙你說得很對 保持正面思維 正確認識慢性痛症 正正就是我第三個建議 其實不少的痛症患者 都認同了痛是沒有辦法控制這個想法 不過這樣想是會減低了自我管理痛症的信心 還會令患者產生沮喪無助的感受 甚至會想放棄治療 要克服無助感 我認為首先要正確認識慢性痛症 不妨多些向醫護人員請教 又或者參與健康講座 同意你所說 不過除了正確認識慢性痛症之外 患者對治療都應該有些實際的期望 嘗試留心下病情的微小改善 感恩家人和朋友對自己的支持 亦都可以選擇欣賞自己和醫護人員付出的努力 這些都是保持正面思維的方法 其實除了患者本身之外 身邊的家人朋友都很影響患者的情緒 聽過有些例子 患者的家人很希望患者可以盡快擺脫痛症 過回以前的正常生活 結果不自覺地催促他們 要更加努力地做復康的運動 結果增添了大家的精神壓力 是啊 其實慢性痛症受很多因素影響 有時即使患者已經很努力 但治療和康復過程又未必一帆風順 有時又會痛多些痛少些 甚至病情都會時好時壞 家人平日可以多些體諒患者的狀態和心情 欣賞他們在過程中付出的努力 多些聽聽他們的心聲 就可以支持和關懷到他們 病人的家屬還可以嘗試分擔家務 例如煮食、買日用品等病人可以休息 再不然就一起和他們找一些 有關處理慢性痛症的資訊 參與病人家屬互助小組 陪他們覆診 沒錯 為了避免患者長時間糾纏 在痛症的問題上 家人都可以在適當時帶他們 跳出生活的框框 例如鼓勵他們盡量維持以往的興趣 社交和工作的活動 讓他們的生活更有意義和趣味 了解了這麼多有關慢性痛症 所導致的精神壓力問題 我都會嘗試實踐今集提過的方法 學習和痛症共處 或有慢性痛症的朋友 不妨多些肯定自己 一起慢慢動多些 我們的新況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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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吃東西 吃東西